香港女星女子年轻时艳冠警方 简直敬畏天人 和大多数漂亮女明星的结局一样 她也嫁入了风光显赫的豪门之中 她的风光与其他人不同 透着无尽的心酸 她美貌出众 一出场秒杀众女星 就连张北芝都自愧不如 她演技出众 在商场上也是一把好手 财貌双全的她 却嫁给了大15岁的残疾富豪 父亲听力有问题 接近失聪 她还要照顾瘫痪多年 生活不能自理的弟弟 上天给了她倾国清晨的容貌 却也让她尝尽完生活的苦 离子在1971年 出生于香港的一个电影世家 其祖父是香港众人皆知的 名导演和编剧黎明伟 而祖母林楚楚也并不容小觑 她是香港第一代电影明星 在离子出生之前 她的两个姑姑和一个伯父 就已经成为香港著名的演员 但其父黎祖却是这个电影世家的一个例外 黎祖在年少时不幸患上脑膜炎 双耳失聪 听觉只有正常人的两三成 不仅如此 她的视力也比正常人弱上很多 因此她不仅进入不了影视圈 连工作也很难找到 所以她最后只能和一个开货车的普通女人结婚 好在离子的祖母林楚楚 对这个自幼惨缺的儿子十分疼爱 因此离子从小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自她懂事开始 祖母便将她送去学习乐器和舞蹈 让她能增长学识和提升气质 希望她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优雅的女性 离子也的确十分聪明 总能将老师安排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林楚楚便对她越发疼爱 但这样的生活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离子八岁那年 她的祖母林楚楚突然因病离世 原本其乐融融的家族 开始变得分分离析 叔叔伯伯们开始了财产的争夺战 或许是因为林楚楚在世时 过于偏爱离子一家 在分财产的时候 善良本分的父母 不仅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 还被家里其他人联合排挤 长时间的挤兑 最终让离住选择了退让 她宁愿不要财产 也不想在满事算计的家中继续生活 于是她在外面租了小房子 从此他们的生活 虽然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了 但总算不用看别人脸色过日子了 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的日常生活 离子的父母开始努力工作 母亲因为会开车 所以很快找到了一份四季的工作 每月可以稳定的拿到薪水 但爸爸却只能在健身房打一份零工 勉强维持家用 吃小家中艰难的离子 很快便开始利用自己幼时学习的音乐知识 在暑假时做些简单的工作 分担父母的压力 在离子14岁时的一天 到父亲工作的健身房去接父亲下班 没想到意外被香港娱乐圈著名明星许冠杰发现 他觉得离子很漂亮 不做演员可惜了 于是许冠杰立即同离子的爸爸 说他要把离子带进娱乐圈 离父听后表示很支持 于是离子便有了他的第一部作品 开心鬼放暑假 原本他只是个临时演员 但他的表现还是得到了导演黄百明的认可 黄百明在看到离子的表演时便眼前一亮 他认为这个女孩有着极高的天分 也认定他的将来一定能够大火 所以他立刻找到离子 与他签下转阵协议 此后他便得以以正式演员的身份 出现在了剧组中 由此他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做了演员之后 离子赚的钱也能帮家里分担不少 此时他的弟弟黎英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但家里的情况实在难以同事支付两个人的学费 深思熟虑后 离子决定放弃学业投身娱乐圈 这样不仅可以为父母分担一部分生活压力 也能让弟弟成功上学 但随着戏份的变多 离子也开始慢慢感到吃力 他的学历不高 所以有些台词于他而言 就会有些晦涩难懂 无法理解台词 便不能精准地推断人物性格和角色特点 因此离子便有了重新回到校园的想法 在拍了两年时间的戏以后 家里的情况便有了很大改善 离子功不可没 于是他和父母说明之后 便宣布暂退娱乐圈 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两年的社会经历 也让离子更加理解了学习的重要性 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十分发奋努力 而后也成功考入了 当地有名的香港演艺学院 更加系统地打磨自己的演技 正因如此 他才得以成为娱乐圈不可多得的演技派 但即便是他这样极美貌和实力于一身的人 也会惨遭玩弄 被人抛弃 在香港演艺学院上学时 离子认识了比自己大了整整21岁的著名漫画家黄玉郎 那时他才19岁 因为少时经历过苦难 所以离子对成熟的男人有着很大的好感 而黄玉郎不仅十分成熟 而且极具才情 于是离子很快被他吸引 但黄玉郎却并非真正喜欢离子 即使他年轻貌美 气质出众 在黄玉郎眼里也和一般的女子一样 那时他刚刚与自己的前妻离婚 只把离子当作暂时的心理未见 但离子却并不在意 他认为只要在一起时间久了 黄玉郎肯定会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爱上自己 但是他想错了 和黄玉郎在一起的第三年 他就惨遭无端抛弃 而黄玉郎却没有任何的愧疚地 转头就和自己的前妻复合了 离子也曾挽留过他 但是在黄玉郎的心里 却从来没有将离子真正当作自己的爱人 交往期间 他对离子的所有宠爱 都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玩物而已 被抛弃后的离子十分伤心 为了忘记这段伤心的过往 他便让自己忙起来 于是接了很多戏 拼命工作 随着参演的电影越来越多 离子的知名度也越来高 作为一个事业有成 又年轻貌美的当红女星 她的身边自然不缺追求者 这其中也有着不少香港富豪 而她最终的丈夫马亭强 则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位 比起其他追求者 只腿不残疾这一项 就要足以将她从有望追到的名单中 但离子却在最终偏偏选择了 这个世人认为的最不可能的人 有人说是因马亭强足够真诚 追求了离子近六年的时间 一直不离不弃 切而不舍 但离子选择她的理由 却和自己的弟弟离英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005年 离英从国外留学归来 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 她没有选择给别人打工 而是想要自己创业 她告诉离子 自己准备在铜锣湾 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皮肤护理中心 离子之后后也表示十分支持 评级姐姐离子的人脉 离英的皮肤护理中心 很快便得以稳定下来 日进抖金 对此 她很开心 说等自己将门店做大做强 姐姐就不用再那么辛苦的拍戏赚钱了 但就在她想要开第二家分店时 却意外遭遇了车祸 那时离子正在拍摄电视剧珠光宝器 听到弟弟出了车祸时 她顾不得其他人 慌忙赶到医院看望弟弟 在她到达医院之前 弟弟在医生的抢救下 已经暂无生命危险 但因伤到脊椎 所以落下了终身残疾 为给弟弟治病 离子将自己出道以来 攒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 却还是没能改变离鹰残疾的事实 弟弟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但是她开在铜锣湾的护理中心 却不能关店太久 于是离子便只能一边照顾弟弟 一边兼顾着护理中心的一英事宜 每天忙到脚步粘地的她 只能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因此在电视剧珠光宝器播出时 她便宣布自己要退出娱乐圈 那是离子生命中最繁忙焦虑的一段时光 她不仅要照顾日益年迈的父母 还要处理弟弟店里的事情 从未有过管理经验的她屡屡碰壁 护理中心也从昔日的大火变得几近亏本 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马亭强站了出来 她有着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 处理离子弟弟的店铺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在马亭强的指导下 离子很快便成功上手 管理起来逐渐变得有刃有余 马亭强关键时刻的帮助 也让离子安全感倍增 她开始越来越信任这个 比自己大失五岁的残疾不豪 尽管她在工作中 不容许出现一丝差错 但在生活中 她却是个十分贴心的人 离子也在同马亭强的相处中 发现她越来越多的优点 相处得越久 离子便越喜欢马亭强 并非因为她是香港富豪 也不单是因为她在自己 最困难的时候陪在自己身边 而是因为离子发现 马亭强对自己的喜爱 并非庸俗地喜欢容貌与名气 她喜欢的仅仅只是 离子这个人而已 她爱上离子 是源于一场活动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身为富豪的马亭强 和赫赫有名的明星离子 难得有机会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当时马亭强因为自己走路不便 险些在上楼梯的时候摔倒 刚巧路过的离子便顺手扶了她一下 离子无意间的善举 让马亭强记住了自己 善良又漂亮的她 满足了马亭强对未来妻子的全部憧憬 活动中很多人都费尽心思 想要和马亭强说上话 希望她能记住自己 以便扩展自己的人脉 但也有一些人 在背后小声嘀咕 马亭强的腿部残疾 他们的同情 却让马亭强颇为不耐烦 可离子不同 她并没有因为马亭强 是个残疾人就同情她 她和马亭强说话 是一直都是以平等的语气 没有八戒 也没有同情和怜悯 于是马亭强便更加喜欢离子 从那时起 她便下定决心要将离子取回家 她连续追求了离子六年 在这期间 离子也患过好几任男友 追求者也很大的流动性 只有马亭强一直切而不舍地追求着离子 不犹豫地为其支付巨额医药费 通过这些事情 离子也真正卸下心房 重新相信爱情 逐渐接纳马亭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也在一步步的了解中爱上马亭强 2009年 离子退出娱乐圈一年 弟弟的病情开始有了好转 离子对护理中心的管理也变得越发得心应手 她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 少了生活中的糟心事后 她终于能心无旁骛地和马亭强结婚 结婚后的第二年 离子便成功生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但这只是他们幸福生活的开始 之后不久 离子在马亭强的帮助下成为了事业有成的女总裁 她经营的美容公司成功上市 而弟弟黎英也终于顺利康复 她虽落下终身残疾 却因家人的陪伴和关心逐渐走出车祸的阴影 乐观地面对人生 看着弟弟状态这样好 离子也十分欣慰 离子和马亭强的爱情故事像极了偶像剧 她出身豪门 作为新三代 却在年少时过上了贫苦的人生 少是放弃学业 外出拍戏 补贴家用 之后 与比自己大21岁的富豪恋爱 即便惨遭抛弃 却还是相信爱情 最终和马亭强洗劫连理 尽管不被世人理解 但他们的婚后生活依旧美满 比起大多数嫁入豪门的女星 她的归宿无疑是最适合自己的 善良的她 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丈夫 腿部有残疾 对她来说 一个对自己好的 自己喜欢的丈夫 才是最好的丈夫 而马亭强的爱情 则开始于离子真诚的帮助 那么多年 只有离子真正将她当作一个普通人看待 于是她为离子的品格 情根深重 她苦之六年 终于成功与之结婚 如今 离子虽然退出了娱乐圈 但她早年留下的作品 依旧会被人反复观看 马亭强帮助她成立新公司 在不断的学习中 她的事业也蒸蒸日上 爱情本就是双面的 遇到对的人 是甜蜜美好的 遇到不对的人 则会是伤痛和苦难 希望所有善良的姑娘 在追寻爱情的道路上 都能遇到同样善良的另一半 从此幸福无忧